4月1号的今天 这个马英九出发了 那他已经到了广州 目前正在跟这个宋涛会面当中 你看看丽将军 4月1号我们的国防部说 争获共建7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 然后没有任何共击 出海或是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没有任何共击 这句话好像很久没有看到 4月1号是因为愚人节的关系吗 我觉得是因为马英九去的关系 这很明显对不对 当然有些人说今天来讲 所以所谓的缓和台海紧张 咻一下就零架次了 对啊他就是跟你讲 其实这很明显了 那有些人说会不会是昨天好像 昨天下午刮了一阵风 会不会说因为这个气候 所以攻击不敢来 其实我觉得不是 其实那种对飞机来讲的话 这种地面上面的云层来讲 影响不大 他要来还是可以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明显 就是因为你马英九 到大陆去访问 那大陆方面也释出一些战意 你觉得就是这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 介大使也觉得是因为马英九去吗 所以就是给个面子吗 对对对对不对 因为大家看到零架次 这真的还蛮特别的 我们好像很久很久 没有看到这个归零的这个数字 那我让丽将军一直往下看 就是我们赖晚报之前 大篇幅好几天做了 整个四月份 金门海域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稍后再请丽将军 详细说一下 他四月份的整个设计呢 从四月二号开始 就是明天 那最后一天设计是四月二十五号 稍后有细节给大家看 那金防部地对海的一个实战设计 陆军虽然说是常态训练 但丽将军说 说谎不是嘛 就是过去没有 丽将军对金门再熟悉不过了 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 昨天有一场北京清华大学的台湾校友会 其中一位嘉宾就说 这次是什么 面对厦门 直接发射地对海地对舰的火炮 射击是直接对大陆的渔船 海景船 挖泥船 因为现在正在输郡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讯息好不好 就金门射击的那个讯息 不是这个 导播是那个整理的 有没有 吉月几号 金门列宇等等 除了地图之外 是不是有一张文字整理 如果有文字整理的话 先丢好不好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这张 来导播你找一下 四月份的整个实弹涉及 我们看到 不是这个 这个是图 我是说文字整理 没关系 你就地图先给我好了 来没默契 我们待会开个会 好四月二号后雨 对不对 四月二号后雨 然后四月二号东刚也会一起开始 所以明天呢 就是后雨跟东刚 后雨在这个金门的北边 好东刚你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在这个列宇 列宇东南方 然后四月三号呢 蒙湖雨 当然最敏感的是这个 施雨的部分 施雨的部分 我们看到是四月十七号 跟二十五号 它的这个图都有标出来 那高度也有标出 那距离呢 距离也很重要 那我特别请教一下 丽将军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那场昨天的论坛当中 有一位来宾说 他说这次呢 就是往厦门的方向打 这个施雨往厦门 实在是很近 上次还有一次出了意外 对不对 根据丽将军的了解 你觉得这次会怎么打 方向很重要吗 你如果说往东打的话 那个敏感度就不会那么高 你如果往西打的话 不得了 这一下就打过去了 还有用什么武器打 他的射程有多少 大概有这次很明显 我们昨天那个嘉宾邱毅 其实他是高估了 这个蔡英文的胆势 高估了蔡英文 他高估了蔡英文胆势 就蔡英文 他讲了他认为蔡英文 应该有那种胆势 后来发现蔡英文缩回去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涉及不管是方向或高度 或者是距离来讲的话 其实等于说在家里面 院子里面放个鞭炮 那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院子里放个鞭炮 等于在家里面院子放个鞭炮 第一个就是说湿雨 它打的话 大家比较敏感是湿雨嘛 湿雨打的方向 后来我刚刚那张前面那张图 我看了 他是往东北方向打 因为他向西边打的话 就打到厦门 向东边打 打到自己的这个猎雨 然后他向东北方向 就是到海边方向打 然后他射程只有多少呢 大概只有 他讲的是两海里 两海里多少呢 两海里大概就是不到 不到这个三千公尺 大概三千公尺左右 也就是说因为他把暗原距离算进去 因为子弹打去他会打水漂嘛 我之前讲过 所以他也必须要把这个 万一打水漂的距离 都要算进去 三千公尺的话就是步枪是吧 步枪啦 步枪跟机枪的射击的 没有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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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射高 他的安全高度来讲的话 大概都三千尺 就是三百公尺以下 我打个仗 导播中间这个画面除了这张彩色图之外 刚有些黑白的图也可以放一下 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黑白的图是金防部所公布的 那当然他那个图里面 我还是要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他把详细的经纬度写上去之外呢 他也把那个射程全部都画了出来 所以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丽将军是完全一看就知道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涉及的方向 还有他其实局限在一个 相对来讲算是蛮安全的 蛮保守的一个方向是吗 我们近日线范围水域是多少 是有时候四千到六千 依据他的距离不一样 也就是在我们的院子里面 就在院子里面 没有超过近日线的范围之内 射程没有挡到外面去 他等于说包括安全距离之内 就是包括榴弹可能会飘到的距离 都在我们近日线的范围之内 大概顶多就是告诉对方说 这边是我的近日线 还是我的这个势力范围 你不要来 那我也不会侵犯过了这个水域线 另外打的所有方向 我们大概比较敏感是湿雨方向 湿雨方向打的方向 大概就朝东北的方向来做涉及 那那个方向来讲的话 当然会对大陆会有所影响 因为对它的渔民作业来讲的话 确实是会有影响 大概就这个地方 另外来讲我们以前比较 大家经常谈到的蒙湖雨这个地方 那它也没有朝 流五电水稻输军的方向来做涉及 反而朝自己的列雨方向来做涉及 所以说不管是涉程或方向来讲的话 影响都不大 唯一一个有可能是做破级炮射及的是 这个在东南角那个方向 因为它射高到6600英尺 6600英尺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大概3000公尺左右 3000公尺是包括暗原距离算进去 那如果以这个高度来讲 我研判可能是破级炮的射击 就是小型的破级炮 还不是大型的射击不破级炮 大型破级炮最大的口径 要两栋可能可以打到5000公尺 它没有打那么远 它就打2000公尺 对 所以立将军这样一讲 大家就懂了 当然听起来是很可怕 而且过去它就不是一个常态性的 这次六岛整个这样轮动 而且它那个位置很多 就是在流五电航道上面 在这个2月14号撞船事件之后 这个敏感的时机点 当初很多争议 遗体还卡在我们这里 船也卡在我们这里 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 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涉及演练 确实是听起来有点挑衅的意味 但是立将军一讲 还有我们从这个金房部公布的图 一对照你就知道 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我们就是在一个自己的境线 自己的院子里面 放个鞭炮 放几发鞭炮 大概就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明镜需要质疗